泡泡里女孩站起身 但很快又被拽下去 房间里的闺蜜慌忙打开门 拿上武器 小美第一时间冲出来 只见一个信号弹突然亮起 小美慢慢地靠近 这才发现黑发妹已经领了盒饭 大家都以为是死去的闺蜜找她们报仇 金姐拿上一把大斧头防身 其他好姐妹吓得不敢动弹 就在这时宿管大妈出现了 而她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女孩子们 她拿着喷子寻找黑衣人 却被她突然袭击 此时的喷子正好卡弹了 黑衣人快速上前 宿管大妈仅仅出场一分钟就羡慕了 临死前还不忘警告黑衣人 这边金姐和小美躲进洗手间 突然发现了死去一年小仓的尸体 而金姐的男朋友也走了进来 上去一斧子把金姐打昏过去 然后一下一下地把门凿开 正当两人扭打在一起时 小美的男友一斧子带走了她 副总统的儿子就这样一命呜呼 可小美突然发现男友身上的凶器 她这才意识到 男友竟然是杀害所有人的黑衣人 而她只是想帮小美杀死所有知情人 可小美明显不愿继续错下去 男友决定连她一起干掉 与此同时眼睛没出现在身后 拿着宿管大妈的喷子 直接送走了她 电影最后仅剩的三个女人走了出来 一个意外牵连出七条人命 这下终于知道外国人少的原因 女孩们因为恶作剧杀死闺蜜 也同样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里想问问我的女粉丝 闺蜜之间的感情真的有那么牢固吗 明天洋人也告诉你 你走了不行 我怎么样帮你 我妈妈妈的游戏 你回家都要착了 我妈妈妈的游戏 我妈妈妈的游戏 183%的死人